物济是大国博弈下通信行业,争夺十年以日大级升级最确定的投资机会。 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电社制造强国都提到了5G,我国在1G,4G时代话语权降落,有望的5G实现全球技术领先,商用超越,5G8架被上升为国家战略,而美国3月22日发布301调查报告。 多次提到中国制造2025,两次提到5G,紧接着3月23日通过RAYBAUM法案,授权FCC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清贫回收再分配为美国5G特殊255兆赫兹的贫富。 FCC主席说,该法案将会助力美国在5G方面引领全世界,美国一面通过贸易炸压制中国5G,一面历史性地加大清以待移动通信网络升级的投入,未来5G必将是中美学逐科技霸主地位的主战场之一,而5G的全球市场重心已经转移到中国。 我们坚定看多中国通信全产业链上下游在5G时代的全面崛起,建议重点配置5G板块各系的龙头,分享5G全产业链确定性成长收益,先不管这些,我们就目前A股上市公司中的5G龙头票,给大家做一个梳理。 中心通讯,全球五大移动通信设备商,5G技术布局最早,研发投入高,标准和技术领先,在超密集网络SDN等5G关键技术方面累积了多项专利,并且和三大运营商深度合作通与通讯,国际第五大激战天线生,产关系商,已经和四大设备商,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合作, 5G相关技术FedMassiveMRMO大规模天线,首先商用5G技术,以及产品小型化上有技术优势,5G建设启动后公司最早收益,相关5G技术产品已经在试点商用,亨通光电,光通信产业链最为完整的主力供应商, 受益于5G无线基站前转和回传的网络电设的光线光纳新需求,与阿辉川西共通过合作设立科大恒新, 超过70%,从事5G每6G通信芯片,毫米波,以及光电芯片,射频率波器,高速光电器件,传感器,以及半导体材料的研发5G龙头, 中型通讯5G高速光模块龙头,中级市创5G天线龙头,飞龙达5G视频材料龙头,生意科技5G核心1F的N龙头, 紫光股份69.17%-0.555G光通信,风货通信26.46%-2%,光讯科技24-41%-2.185G无线射频,深南电路73.51%-0.82%, PCB,库点股份4.42%-1.14%,PCB,东山精液24.59%-5.39%-0.35%绿波器细分码块的龙头可以考虑。 5G视频材料龙头,生意科技重点推荐,5G高速光模块龙头,中级市创重点推荐5G天线龙头, 非容达重点关注5G光通信、烽火通信、光讯科技、亨通光电、中天、科技5G无线射频、互电互贩、PCB、深蓝电路PCB、东山精密率波器、5G和希莫、紫光部分RestM化为没有上市。 目前5G龙头绝对是中心通讯,虽然受到美国制裁,但简单微信就能看出美国针对的就是中国5G和制造2025,中心通讯肯定会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,领导层也换了号续还是看好中心通讯,切勿被网上偏寄信息干扰,研发能力中心通讯是有的,要客观冷静的判断。 当然5G技术领域我们国内还有诸如像华为这样的优质企业,但是华为并未上市,如果华为上市的话,那么5G领域的龙头也就非华为莫属了。 预见识元,如果喜欢我的文章,请您点赞和转发,谢谢您的支持,除您有投资的问题,可以留言或私信联系我,如果有空,将进行专业解答。 逼着微信,DXJF 0666